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此前中共突然宣布停止進口台灣的鳳梨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4月11日 在推特貼出食台灣鳳梨桿的照片挺臺 12日立委黃定宇質詢台灣外交部 關切蓬佩奧今年訪台機率是否很大 政務次長田中光回應是 蓬佩奧11日在個人推特帳號上 分享生活照片 照片顯示他穿著蓮帽的衣服 一邊下西洋棋一邊在吃台灣鳳梨桿 並在推文中寫 作為一個自由的擁護者 品嘗一下台灣鳳梨桿 將軍 中共2月底突然停止進口台灣鳳梨 引發多國掀起支持台灣自由鳳梨的運動 台灣民調顯示 在中國大陸近期禁止台灣鳳梨輸入的議題上 64.2%的民眾認為問題出在中共 黃定宇4月12日在立法院質詢外交部提到 蓬佩奧在推特貼了一張食鳳梨桿的照片 並在推文說身為自由擁護者 應該都享用台灣鳳梨桿 外交部認為蓬佩奧今年來台灣拜訪的機率是大定勢 田中江回應說 蓬佩奧已經和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的代表蕭美琴 在雙像園見過面 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 至於蓬佩奧是否訪台 我們目前正朝這方面努力 黃定宇追問的機率是大嗎? 田中江說 是 蕭美琴也在推特表示 渠號高興看到蓬佩奧喜歡吃台灣鳳梨桿 這些是他到處與人分享的台灣鳳梨桿 蕭美琴表示 那包鳳梨桿是他之前送給蓬佩奧的伴手禮 台南市長黃偉捷4月12日在面書表示 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享用來自台南官田的鳳梨桿 多謝蕭美琴大師行銷來自故鄉的美味 他還打瘋地問 整顆鳳梨是橫切的 是不是很吸引人呢? 據中央社報導 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11日在推特貼出一張台灣鳳梨桿的照片 台南市長黃偉捷一眼認出是台南廠商的產品 並在下方留言表示 很榮幸知道蓬佩奧喜歡來自台南的鳳梨桿 台南也是台灣民主與自由的勝地 乘致邀請蓬佩奧到台南參訪 享受鳳梨與民主自由的香甜滋味 黃偉捷12日上午接受媒體聯訪時被問到此事時表示 蓬佩奧照片中那包鳳梨桿就是來自台南市觀填區的果乾工廠 2月28日他才陪同副總統賴清德前往參訪過 很高興蓬佩奧會喜歡 並當成茶餘飯後下棋時的零食 黃偉捷講笑話 希望蓬佩奧不要越吃越肥 但將來有機會的話 會考慮寄更多台灣的鳳梨桿 芒果桿給蓬佩奧 今次的《紳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裏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域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